我喜欢的排练流程就是一首曲子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弹过 我们第一次合作的话 第一次就是你一定理想中 就是能够第一次就是过一遍 就是你哪怕说我的部分还没有完美 然后或者说就是那个读作者 也还在练习它的部分一些细节 可是就是走一遍 就是大家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曲子 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就是说OK我知道了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合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在自己练的时候 觉得难的地方 其实到合作的时候 它就好像一个节就自己去解开了 反倒是一些你自己在练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 或者说这里修子服你没有在数的 可是到读作者进来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说在哪里 这样子就是你经常你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你遇见的困难不一定是说你真的在合作的时候 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一致的 所以就是你第一次走过这个过程就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一般就是我会比较喜欢 就是说OK好今天我们就说这个曲子 我们就是走比如说是一个multi movement的有几个乐章 比如说我会说OK我们走一遍 那我们concentrate就是集中注意力在这个这个乐章 或者就是走这样子 然后或者说我会说啊那个老师想要听什么 OK你想要吹给老师什么 我现在问学生的问题可能就会跟我以前还 就是自己还在积累曲目的时候 问的问题就会不一样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 就是你那种做你热爱的事情 也就是热爱你做的事情 然后其实到我现在走上这个职业的这条道路 我才会发现就能够好好的练琴 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可以好好的练琴 我只是说好好的练你基本的东西 你可以好好的把音阶 所有的音阶过一遍 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现在 对所以在你可以有这个时间 你真的不要嫌枯燥 因为这些都是你以后的成功的垫脚石 而且就是哪怕你哪一天 你没有走上音乐职业的这条道路 你在练这个音乐 就是练这个音阶这些基本功 或者说你在抠一些细节 你慢慢练习好做学研究好 你这个态度 我觉得是这个态度 它可以carry you far 就是真的可以让你走得很远 不一定只是在音乐这条路上 然后你在跟人就是跟你的钢琴伴奏合作 然后人与人之间 然后你手势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 对你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做好 非常不起眼 可是这一小步一小步 对它会以后都会帮到你很多 这样子 那真的是 慢练琴 慢练习 不要急